Lun Sang 这 来 走走走走 赶紧点 走走走走走走 没钱你这晚上住什么房子 大哥 我们跟房租再商量一下吧 不过今天还要上班 走吧走吧 快走快走 上班呢 我叫于心锤 这是我毕业后房东第四次掌房租 第二次被赶出家门 但我现在心情还行 人呢 把你的破裂盆也拿走 根据我的人生起伏守恨定律 这么倒霉后就回来好运 你看 这好运不就来了 虽然我没有洒 但有脸盆呢 我已经有点了 对不起 雪市 她不行 这么多老 我已经答得过了 还钱了 诶 我们下来 还需要 我先试试 而已 我不用说 我想要 我不用说 我不用说 这是我老板陆宇安 一个高度紧途和强迫症的高颜之花 但凡碰上他开会 那全公司就是一级戒备 六董 这最新的PT方案您看一下 颜色超过三种 您坐 李星锤 两杯咖啡弄到前面 谢宏端 你又来干吗 坐坐坐 坐坐 又劝我回阳山啊 哎 你看这安山鸡团你和我都有谋出来 你现在不搞建筑走来搞家居 那些老家伙都烦死我了 你看我 撒 哎 你下来跟我说话 哎 你听我说 你到底下不下来 我下来 哎呀 啊啊啊啊 哎呀 我都想好了 只要你运一回安山階人家业 我先跟他认你拆心 哎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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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宁的咖啡 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一会儿再来送 打扰了 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我该不愧明天就收到开除通知吧 打扰了 喂 喂 是于心锤小姐吗 我是 我是你姑妈的律师 你姑妈目前有一套房子 委托我交付给你 可直接领帮助住哦 请尽快过来办理手续吧 姑妈这么奸算刻骨 以前还问爸爸借过钱 怎么突然之间会有遗产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人生的打击打落 也真的是太刺激了 姑妈 你连密码都设置成了我的身 我要是不接受这套房子的话 我都是大逆不道人间不孝 你就是说 我已经是法治療吗 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帮你 我就告他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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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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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还有个院子 我的天啊 你应该很舒服 我应该是深感 刚才 怎么会有个人影 还有点面熟 诶 老板 老板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怎么在这儿 这是哪儿 我家 怎么变成你家的 遗产 谁的遗产 我妈 你怎么进来 密码是我生日啊 吗 天斯路 989号 碧云天小区2301 2302 说什么 没错 这次是二三零二 不可能啊 好吧 那个 我可能太激动了 就搞错了 我家应该是你隔壁 老板 我现在给上去 老板 要不我晚点回来帮你把地也给拖了 这房子还挺大 那我这人生就不能稍微平稳一点吗 只发财不行吗 自从爸爸出世以后 我的人生就陷入到这种奇怪的魔咒里 啊 怎么还停掉了 没什么 撒那么多电费啊 您是 我在啊啦小区物业的 我叫敬礼 敬礼 西藻敬 西藻 你是这个2301新来的业主了 是 你有费用欠交 我是来收一下的 听懂了吧 您说电费啊 我昨天晚上已经交了 这个水电费不归我管 我是来收你这几年欠下的物业费 物业费 这么多 啊 阿姨 那物业费能不能打个折呀我我 我还有好几天才发工资呢 不干我老十几 这个物业费还有打折的 我还没有送一次那简来 我折 哎老板能不能进我 就是九塊九 嗯 一百塊 六八螺樹三桶泡麵 可以撐到八公豬了 呜 我的味道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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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什麼味這麼臭 老闆 你好 你家裡有一個腐爛的氣味 不理掉 腐爛 啊 我在吃羅斯粉 音樂程也很吵 關掉 這一個小東西 我家怎麼會有這個 小小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竟然跟老板做邻子 我在自己家吃螺子粉 他都能闻得到 我给你学一下啊 你说他什么狗鼻子 跟着脸上面他都 老板好巧啊 买东西啊 一起敷吧 你好刷我的 狗鼻子狗耳朵的人 不配让你买单 老板 老板 不要跟我这么客气嘛 来 小姐 你好像余额不足 他的 自己服 我都换衣服 狗鼻子狗耳朵的人不配合你自己 我刚吃完萝卜 我需要运动一下 我去跑楼梯锻炼一下 我去跑楼梯锻炼一下 不研衣服 葡萝卜 我收到一个小刀消息 公司要裁员 你们 你们综合不一个 我们市场不一个 小柯 你把眼睛闭上 为什么 你闭上 你看到了什么 嗯 好像是 黑色 没错 就是黑色 那就是我和你的未来 我们一起加油 绝对不能被开除 我讨好老爸 老爸 我非常认真的反思过了 说您变态 说您狗鼻子是我不对 这是很不尊重人的表现 是我没素质 是我没道德 是我侮辱了您 老爸 这应该没问题了 门怎么开着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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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星垂 我 你把手机给我 老爸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正常你的照片 的 绝对不会做覆沙用处的啊 can not me legg 月光年ulator 小傅 大傅 我也是 我也是 沒想到你 我川普 有句話 嗯 聊一聊 你把昨天晚上的照片删掉 我不排斥和你做鄰居 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不用搬家 老板 房子是我的 我想住就住想搬就搬 那你说 怎么样你能把昨天照片删掉 嗯 这是什么 邻居相处合约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住在你隔壁 但是我肯定是不会搬的 你好好看看 我们做邻居的时候和平相处呗 邻居见面主动问好 一周吃三次螺丝饭 我不接受 你不接受就是没得谈了 行 那我都是要被开除的 那我就豁出去 我们 嗯 敲 余星锤 我让你们做的预算报表呢 老板 打印机箱我坏了 余星锤说他一会把报表拿过来 嗯 好 谁拿过来 谁拿过来 裕星锤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老板 你看一下 是这张预算表吗 快点 好 快点 没问题的话我就发给其他同事了 不需要预算报表了 直接开婚 好的那老板 我就先出去了 开会 你干嘛 哎呀 我有个同学 也在这种梦上吧 酒来着 酒来着 梦美 哎呀 明明好热呀 出了好多汗哪 哎呀 回去我也要洗个澡 穿上 可爱的卡通的水 看来的梦美还是没长在自己的手上 稍微转开 做起好了 把这些删了吧 好了 好了 这么快 我检查一下 你到底在不在家 不在 你不在家更好 反正我知道密码 我自己进来 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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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怪 奇怪怪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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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美女 你也住这里啊 我 我朋友就住隔壁 要不然咱们交换一下联系 好有个性啊 我喜欢 余星锤 余星锤 来 江湘 这么大屋还跟我哭穷 房子大肚子饿 我已经连续吃了一礼拜螺丝粉 拿我手机点外吧 随便点 我付钱 不愧是要养我的女人 那是 哎 你这屋这么大 你怎么不租出去的 那是因为这个房子它 嗯 找 找租户 找租户 找了三天都没有合适的 哎 出租房子怎么就 这么难呢 嗯 余星锤 你怎么还没到公司啊 刚发通知了 我们都没有被开除 你上个月的绩效 还是你有后门的第一呢 这个月的家庭提搭 有你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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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把我开除啊 按照劳动态 不顾解除员工合同 不要可以乘进几个重金额 你个人虽然无耻的地方 但工作上就有了 哦 那 那要是有过呢 那你就给我小心点 别在工作上 让我抓到你的把柄 喂 老板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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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结账啊 呃 你多了一个监控不够的机会 你确定要有一个 将功不够的机会 您好 来五十瓶果汁 送到十六楼的几家居 那 他买单 那 那个 嗯 那个 我下次再找机会 将功不够 我们公司见 公司见 我 阮总 雨行锤已经顺理接收楼房子 搬进二三零一了 下一步等您的指示 还没下班啊 老板 月底事情有点多 麻烦早点回去休息吧 老板 你感冒了 我有药 这不能听人把话说完吗 我给你煮了姜茶还拿了药 进来吧 我煮了姜茶还拿了药 进来吧 我煮了一锅姜茶够你喝两天的 哦那 这是药 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体是适合中药还是西啊 所以都给你拿了 你干嘛 说好了要姜公补过的 我给你把姜茶热好了 煮三分钟就可以了 你得吃药啊 我怎么好像也发烧了 这药都过期两年了 也过期了 也过期了 刘羽 täyr 刘羽 täyr 刘羽 täyr 我天 怎么那么大的焦味啊 没idence 老爸 你醒了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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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要是被他知道 我不过来睡一会儿 就完蛋了 还好还好 没被我给堵死 秦阿姨 您怎么来了 二三零一 你是怎么回事呀 不是乱来垃圾 就是放火烧房子 有仓舞呀 阿姨 不是放火 是忘记关火了 平时让你们操控 来学习消防安全姿势 你们一个个不是工作忙 就是要出门 忘记关火 忘记关火 这个小区前前后后 住了多少户人家 差五七了 哪能干呗 对不起啊 阿姨 阿姨 不好意思 是我忘记关火了 不管她的事 你不是她的老板吗 怎么会在她家里呢 阿姨 因为她什么样 所以我就 对外 我是她老板 队内 她是我女朋友 我们回头 好好学习消防知识 嗯 好 以后要注意安全啊 老板 你干吗跟秦阿姨胡说八道 你不是让小区阿姨最喜欢乱传八卦了吗 我又不这么说 好 她又请你半个小时 我累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怎么在你家 因为你家焦了 你的 姜茶 不过也不是特别严重 就是以你的挑剔程度 现在暂时不能住 我没骗你吧 是真的不能住了 那我可以住哪儿 沙发 好 以你的挑剔程度 我家卧室你暂时也还住不了 晚晚 我也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早餐 所以这些我都准备了一遍 花了血本啊你 死死了 那也就是花了我一个星期的早饭前而已啊 对了 吃完早饭记得把药给吃了 你的药和早餐我都不敢吃 我怕毒死 这个是我早上刚买的 绝对没有过期 早 早餐也是 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涂抹不轨呢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老板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租我的房子 你看啊 地段优越就在你家隔壁 彩光通透 房租呢 你们可以好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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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睡在大马路上 我也不会租你的房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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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柳云安家里湿了火 啊 不过人没事 好 我知道了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告诉我啊 我知道了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告诉我啊 有人跳楼了 好吓人啊 快看快看 快看有人跳楼了 怎么会这样 你看你看 刘总 有人跳楼了 这里怎么办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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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家庭条件消费水平 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谁啊 你 老板 我是不是 可以马上抽进来 啊 老板 还好我念过一年护理专业 老板 老板 你醒了 你又想杀我 老板 这 这怎么办啊 没什么问题 吃了药 推了烧就好了 啊 没事就好 谢谢你啊 晓晓 我是妇产科医生 不是什么病都能看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你就赶紧送医院去 不过 你老板 为什么会在你家 因为 我把他家烧了 啊 然后 我就把我的房子租了一间给他 嗯 什么 你 跟你 老板 要同居了 老板 你醒了 吃早饭了 昨天晚上 你照顾的我 对啊 你又不肯去医院 我看看 好像是退烧了 嗯 这是什么 做方案合同 你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 签约吧 随意使用螺蛳粉并且不限次数 你之前都是一周三次的 这回怎么随便吃饭 以前那个是邻居相处合约 现在这个我是房东 你是租客 所以我说了算 你这什么合约啊 全是保无条款 都在我这住了一晚上了 你生病了 我还照顾了你 你晚上呢 签巴签巴 大气一点 住了一晚了 好 来来来 好 吃点饭吧 我买了你最喜欢的香蕉牛奶 你 还有啊 祝我们和邻居愉快 累了吧 我突然想起来 我早上上完厕所 忘记洗手了 我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你先吃吧 我先帮你打肘 奇怪 我明明拿了呀 去哪儿了 在这儿 干了个大尬了 你干嘛 哎呀 地上好滑呀 我刚才不小心摔倒了 嗯 嗯 他好像 也没有那么讨厌嘛 起来啊 给我十块钱 我就让你醒了 嗯 就算我 永远摊在地上洗不来 你也休想从我这里赚到一分钱 随便 嗯 嗯 嗯 这什么破房子啊 洗手间 没有纸 十五块 厕纸五块 帮你拿的人工费十块 不要的话那我就去睡觉喽 嗯 这件事 你要是个人公司的人知道的 你就死定了 那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啊 嗯 一大早笑什么呀 老板 你还是可以穿卡洞水衣的 千万不要因为在我家 就刻意压抑自己的喜好 好吗 我 我上次那时候我正常睡衣 我怎么 没有人规定 男人就一定要喜欢钢铁侠 真的不丢 你看看 我这不是刚买的 我穿了很多次 洗了很多次的 有些人表面上风风光光的 脚底下穿的还不是卡通啊 变太老了 对待口罩 请 对待口罩 体温正常 对待口罩 需要我帮你吗 老板 我这卡好像消瘦啊 你帮我刷一下脸呗 三 二 一 迟到 哇 进一个的战争又开始了吗 哦 呃 喂 雨脱乖 啊 你出来 表现这个世界上有吗 我信啊 告诉你的命运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爆天的 气横端 你怎么找是我 只有你会戴这么丑的面具 这玩意丑吗 我还准备戴这个动物女生笑哎 要跟你说 戴这玩意 怎么可以突破自我 挑战自身 你还别说啊 这玩意 跟他长得还挺像 你俩挺般配的 诶诶 有关 不见到你 不表示表示啊 我我尽量随 哎呀你帮帮我吗 哎呀我不做了吗 你帮帮我 不好啊啊啊啊啊啊 老板 嗯 嗯 我 你帮我呢 我吗 情况跟你制造机会 吃什么呢 嗯你回来了要不要一起吃 你你确定吃这个不会中毒 怎么会中毒 我厨医好真的好吗 这一大锅食材丰富 营养齐全非常健康 你管这叫厨艺 起来 你起来 我来告诉你 什么叫厨艺 喂 等一下 这是 仪式感 可以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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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該去公司以後要喝打閉了 你可以去開餐館 餐館 太好吃了你太厲害了 什麼碗飯去 我看 食材我買的飯也是我做的 嗯 好煩 你想幹什麼 我們要不要 打 沒死 哎對了余星垂 要是有一個 像 像花孔雀一樣的男男 跟你說一些奇奇怪怪的話 你別搭理他 花孔雀 什麼男男會像花孔雀 這 你先吃啊 我記帳 嗯 余星 余星你怎麼來了 怎麼是他給我開的門 什麼眼神 你怎麼跑這兒來了 我還問你 小點燒 我還問你呢 你在我女生家幹什麼 我 我 我不是房子被燒了嗎 所以我 所以你藉著房子被燒的理由 搬到我女生家裡面來 為了給我和我女生創造機會 好笑 你 我等你 不 嗯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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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没啊 来 灵芯 要不然咱加个微信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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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恒端 芯芯 你怎么见谁第一面 都先加微信啊 再加 叫个朋友嘛 你真是 好了 肖肖 要不然咱们也加个微信 不用 咱俩不收 小淳 要不然咱进个群 都是领你的 互相帮忙嘛 行行行 好 我来见 这两人又闹什么误会 你不找到我这里了 刘先生 你给我过来一下 时间不早了 你给我回去 这咱几点要去走啊 你赶紧回去了 不是 哎 你那么多房子 你你怎么就跟我女生住一块了 方便 方便 我跟你说啊 虽然我信得过你的人品 但是 你这也不能啊 要不然这样 我搬过来 你搬到我家去 反正你也不适合跟你就交流过我 我跟你 你要回 肖肖怎么了 手电 房郎神器 虽然你这个老板 看着像个好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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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他会对我图谋不愧 谁知道呢 不会的啦 不可能 我跟你讲 你是我的老板 不管他是哪个 防人之心不可无 记住了 必须碰在枕头下边 自从你爸爸出事后 就没有照顾你的人了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嗯 你干嘛呢 我没干嘛 喂 哎呦好了我知道了 哎行行行你别着急嘛 行行行行现在马上 好了够了啊 谁啊 杏鸿端 谢鸿端 你们俩这么快就有电话号码了 对啊他很有趣 他打电话找你干嘛 让我赶紧拉个群聊 他该不会是在误会什么吧 那个 那个 要不要 我把你也拉到我们群里来 女心锤 月报做完了吗你 月报 现在才月中啊 就要写月报吗 月底写来得及吗 月底没有月底的工作吗 下周产品介绍会的资料 你准备好了吗 他这种局心情不太好 老板 一大早上就捧着手机啊 好 现在横端说要一起约看电影 不是你们才刚认识多久就一块看电影了 朋友聊得好的话随时可以一起约电影啊 不是吗 小锤 小夕 你认真点叫我名字我们还能做朋友 小星 干嘛啦 我 我最近就是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 想找个靠谱的医生做个全身检查 这有病啊 是得赶紧看看吗 你上次说萧林夏是医生 嗯 能不能让她也给我检查检查 你让她给你看病 萧萧是妇产科医生 那我也可以将就一下 将就一下 你也不理会了吗 你行吗 你到哪里了 我来吃饭了 我和先生端一起吃晚饭 不回来了 这才认识多久啊 一起吃完午饭 还要一起吃晚饭 老板 老板 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你不回来吃饭 你在公司告诉我一声啊 你不是不让我跟你在公司讲私事吗 那你给我提前发个消息告诉我 我做好了你又不回来吃 你特意给我做的晚饭 谁 谁特意给你做的 我 我那时看冰箱里食材快坏了 我再不吃浪费了 行 行 行 好像是放了挺多天的了 要不你还是别吃 我给你打包了 现场端推荐的这家真的很好吃 我不吃打包的东西 你又针对我 谁针对你啊 我前几天还看到你吃公司打包的盒饭呢 我打包的你就不吃 还有 你家公司天天就盯着我一个人崔岳报 我一个小小的行政 您堂堂大老板 总盯着我一个人 你不是针对我是什么 我 再说了 我之前提议打火你不答应 现在你又怪我 没提前告诉你不回来吃晚饭了 我那是因为 我 因为你性格差难相处 欲兴淳 怎样 我以后自己做的菜我自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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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号 我也小号 我比你快 我 那一块上 我 欲兴淳 你在这儿呢 我正找你呢 怎么了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一会儿我赶着出去 然后这两份快递呢 想让你帮我闪送给合作公司 然后这份是连创务设计公司的 这一份是钦克小站的 啊 好 右边连创 这边左边钦克 对 没问题 那我就先出去了 嗯 去吧 来听台一趟 找你有事 老板 是你寄的吧 对啊 我帮小可寄的 怎么了 两份合同寄反了 寄反了 怎么可能啊 我 我明明确认过的呀 现在两个合作方啊 都知道了我们跟对方合作的离家 跑不了人羞 那怎么办 幸运的是 我们一视同仁 价格一样 那就好 那就好 下次吧 可是我明明确认过的呀 怎么会记错呢 欲兴淳 我把你叫过来 不是确认你到底有没有记错 我是想告诉你 对接合作方的工作 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 别插手别人的工作 我没有插手别人的工作 是小可她突然有急事 我跟她记一下而已嘛 那也是她的工作呀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同事之间互相帮个忙啊 同事之间互相帮忙是没错 但是每个人必须对她的工作负责到底 像这种出现问题的情况 万一对方是故意的 怎么可能是故意的 怎么可能是故意的 你不要过度揣赞好不好 我跟小可之间不仅是同事 更是好朋友 算了我跟你说不清 你先回去了 尽管你去查好了 要是有什么问题 我绝不推脱 啊 玉兴垂 不是说好周末不在家里吃螺蛳饭吗 职责分明 现在是在家里 我是房东 我想吃就吃 你要是先味道大 那你自己也想办法呀 你说的 你叫我怎么吃饭 我付着房租的 我想喷就喷 你要受不了 自己想办法 行 等着 你要干吗 以前为了迁就你 我在自己家看电视 都要把音量调到最低 现在 你给我等着 不要 积极堂 你这么巧啊 别人一点 完了 不会是我们造音太少 明秦阿姨来找麻烦了吧 我要去开门 明秦在家 你别去 你去了麻烦干你的 我去 秦阿姨 明秦淳 你家怎么那么吵呀 我吵了半天的门 我给你带个罗斯本 有此外我跟你说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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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可 那个 我家里太乱了 我先收拾一下 你 你先等我一下 你慌慌张张干吗 秦阿姨又寻你了 不是秦阿姨 是小可 你赶紧躲起来 小可来就来嘛 我躲干什么 你是我老板 又是小可知道你住在我这儿 那就说不清了 有什么说不清的 咱们政大光明合作 又不是同居 合作跟同居在别人眼里 有什么区别 住出去谁会心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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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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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 真可惜 我为什么要躲 这是 你知道我喜欢摇滚的 我刚才在家练习来着 什么声音啊 什么 那个 那个 是 是外面汽车的鸣笛声 这个房子隔音不太好 来 来 来 这边坐 这边坐 好 来 坐 乔哥 坐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有个苍蝇 乔哥 你怎么突然会来找我呀 我实在跟你道歉呢 道歉 对不起 因为活动的事情是我的问题 但那天事情发生后 老板就把你叫去了天台 我又不敢跟他主动成了错误 对不起啊 不过你放心 礼拜一我一定会跟他解释清楚的 没事了 说清楚就好了嘛 说清楚就好 那又是说不清楚呢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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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赶紧让小可回去 我要去洗手间 小可 怎么 多喝点水 是你不回消息的 别怪我 老板电话 给你接啊 你再把老板电话给挂了 老板周末打电话 肯定没合适 慢慢接 也对 像他这种性格恶劣 脾气有差 工作严苛 PPT不能超过三种颜色 还不能容我错变色的老板 周末还要劳烦员工 真实力 小可 其实我觉得老板他还是 老板太恶劣了 只要他在办公室 公司就是地狱 特别适合 小可 我觉得 老板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嘛 优点 他比我们赚的多 是他唯一的优点吧 我跟你说啊 小可 我觉得 你要不先走吧 我以后还有点事 可能下次再叫你来玩啊 我还想跟你一起吃午饭呢 别 欲星锤 老 老板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老板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密的 那就好 小可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欲星小美 我懂了 老板 老板 你干嘛不解释啊 这下好了 误会大了 我给你发消息了 你不回 我还给你打电话了呢 你直接给我挂了 我还给你打电话了呢 我想上厕所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出来 我只能出来 那你让我解释呀 那你让我解释呀 不然全公司都传我们的八卦 会误会我们的关系的 误会就误会 合租和同区有什么区别啊 是个人都不会信 那也要解释 不能默认哪 对不起啊 合同的事 是我过度揣测了 干嘛 你竟然跟我道歉 你再说一遍 我也露下来 雨晴锤 哈哈 开玩笑开玩笑 不要生气嘛 其实 我也想过了 你说的对 工作上就应该指责分 跟是不是互相帮忙 没有关系 我饿了 有什么吃的 不是 哎哎呀 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哎哎小心了小白 对 好 不是这就好了 老板 那个展板他是这么倒的 你怎么会伤他手背呢 嗯 我也没说我这是展板伤的 我这削苹果消的 削蘋果你能削到這 對啊 你這你這不行啊這根本 根本不牢 你看這個你你再處理處理 給我包一下固定一下 這又不是生到骨頭了 你還要固定一下你還包紮 喂 我這可是刀傷啊 你知道那個刀傷細菌多多嗎 對 刀傷很嚴重的 不能用這個 我得給你叫一輛救護車 你再不想救的話就沒命了啊 我給你去叫啊 哎呦哎呦哎呦 哎 我這個背啊 哎哎呀 怎麼了 我這個背好像 好像被那個展板砸到了 哎呀好疼啊 被展板砸到了啊 啊動不了了 老闆 老闆 那個展板是泡沫做的砸不死人的 你有什麼話你就直說吧 不要在這給我耍心眼子了 就算你要開除我也能接受 你怎麼總覺得我要開除你啊 我是想 我 啊 我知道了 你是想說我們好好相處吧 但你又說不出口是不是 我們租期還剩半個月 那我們就好好相處呗 哎 你不是說要 打火嗎 拼個飯 拼個飯 這是咖啡廳 你 不是你說要拼飯嗎 快吃 我說拼飯的意思不是指咱倆可以一起吃這個 老闆 這個螺絲粉呢 就跟你這個人一贏 你看上去性格很差 但是相處一下就會發現 其實還不錯 本來就很好相處 你不想吃嗎 快吃快吃 讓嚐嚐看 我不吃 你快吃嘛 一會兒涼了 那我勉強嘗一口啊 我勉強 怎麼樣 一般般 你再多吃幾口看看 多吃了才能嘗得出味道 這咖啡廳這太醜了吧你這 你別管什麼咖啡廳咖啡廳 你趕緊吃快嘗嘗很好吃的 快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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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那你剛才吃那麼多 還非要把湯都喝完 不能浪費 一包螺絲粉都貴 我是少罰你工資了 還是少付你房租了 工資 你還好意思說工資 你罰我多少工資 你心裡沒點數嗎 這麼點錢根本就不夠我花的 光是物業費 就已經讓我破產了 你看到我玻璃上畫的機器符符了嗎 那是我人生的魔咒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符的 你想太多了 我的人生巔峰就是從我姑媽那裡 寄成了房子 但是 結果竟然還要跟老闆做鄰居 你說我倒不倒楣啊 怎麼跟老闆做鄰居就倒楣了 隨便撒 我幫你接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來 站好沒動 你成了我鄰居 倒楣的是我 房子的皮膚 我記得你那個房子之前住的不是 你衣服上有個東西 有什麼 有蟲子 你快快快 快給我拿下來快 好了 太破了 是樹葉 雨腥垂 你別跑 唉 老闆 我錯了 沒刪掉你照片是我的不對 那你把手機給我 我自己刪 給我玩偶幹嘛 因為你幼稚 照片刪掉 絕對不刪 你打我呀 唉照片刪掉 你是這三天假期都不打算出門了是嗎 假期出什麼門啊 在家裡看電影吃零食不爽嗎 你平時周末也是活的 老闆 來 小姐 餘餓不足啊 怎麼又沒錢了 我 我拿點吃 刷我的 謝謝老闆 等我發個字我就還給你 走了 你 是不是 那我覺得 我老闆好像變了一個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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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星锤 你看到我 玉星锤 玉星锤 你什么时候把家里弄成这样的 家里可能 不是很正常吗 这 这都快成垃圾场了 这叫正常啊 不行 我一会儿就收拾 现在还没到人垃圾的点呢 这人垃圾的话 一会儿被亲阿姨逮住 又要一段爱嘛 那你告诉我 你这堆衣服 为什么放在这儿不去洗掉 这个我本来是要拿出来洗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 晚上洗完澡还有脏衣服 那就晚上一起下了 你赶紧把垃圾桶里垃圾扔掉 知道了 玉星锤 你看你那杯子都洗不掉了你 这是什么 这个 这是我设计的神器 你管这叫设计 那不就掏个东吗 你懂什么 你赶紧把东西给我收拾了 玉星锤 你不答应我了要收拾吗 现在都几点了 玉星锤 你真不把我当外人呢你 大家都那么熟了 不要那么客气嘛 老板坐 走 谢恒段 这就是你的女神 老板 小老板 你别这样 我待会儿就收拾了 你不会收拾的 你永远都不会收拾的 整个假期放完 你都不会收拾的 好 老板 你不应该开家具公司 你应该去开保洁公司 牛啊 你这怎么还有一包啊 我刚收拾 这又是什么 啊这个 这个是保洁爱 用来捡垃圾的 捡垃圾 我把它清理改造了一下 你看是不是很方便啊 你让我看一下他 你干嘛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就一下 急紧点啊 这个是我的折椅子 我看一下就一下 急紧点啊 给他个惊喜 小伙子 阿姨 你喊我啊 大半夜的 你在这儿下流什么呢 你是哪里的呀 我是2301的客人 我来找我女神呢 2301 你咋那对小情侣啊 对啊 她们是情侣啊 嗯 干嘛不接电话 突然跑过来又不进去 还是齐阿姨打电话 告诉我你过来的 我不是来找你的 谢恒端 你突然当我什么脾气多大了 我们俩是不是兄弟啊 虽然我经常催你回安安山 可是我也知道 你心里过不了那一关 我还做你的挡箭牌 可是你也不用什么事都瞒着我吧 我瞒你什么了 到底什么事儿 你喜欢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哪里喜欢她 刘云安 你今天到底几岁啊 我们俩现在是喜欢 同一个女生的高中生吗 感情就应该坦坦荡荡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小初还在等我 我先去找她 要来了 要来了 没呢 没呢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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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胆子真的是 跟刘云安有的一瓶啊 小春啊 萧萧什么时候回来 萧萧啊 她说她今天加班要到很晚 让我们不用等她了 什么 我喜欢她 怎么可能 真当我不存在是吧 我一定要让你们注意到我 我也要看 确定 这个很恐怖的啊 你能看吗 我怎么就不能看了 我突然饿了 刘云安 你先打电视频 我给你刘云安 你坐下 你是个人的军事 你坐下 我给你刘云安 要留个安全 有事自己去 他们俩还没合好 我给你钱拿回去哪里 谢 谢阳段 这里是我家呀 你 你为什么说我是客人 这是你家 这不是萧萧家吗 那怎么可能是萧萧家 不是啊 我第一次遇见萧萧的时候 就在这门口 而且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说你心灵剧是萧萧啊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 萧灵夏是我心灵剧 我心灵剧是她 对对对 是我呀 那萧萧扶住人 所以 你女神是萧灵夏 不是于清纯 怎么可能是她呀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 我说 等一下 所以 你喜欢萧萧 你们俩之间是 兄娘 所以 你三番五次过来 是来找萧灵夏的 不然呢 我就说嘛 以后常来啊 以后常来 那肯定 我怎么会以为你们俩 啊 早知道这样 我根本就不会把房子送给你 啊 啊 啊 她怎么了 好 难道是因为我不喜欢她 她伤心了 我是什么脑子会搞这么大的误会 你竟然以为 还肆无忌惮的同居 啊 春春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自从上次老板帮你挡住这案板后 全公司都在传你跟老板的废话 什么废话 我可没说 就是 嗯 郁兴淳 下班等我一起 嗯 里面是郁兴淳的入职资料 可以正视他和他们的关系 没有弄错就好 否则 我们就白费心思 郁兴淳 郁兴淳 虽然现在是午休时间 但是快上班了 你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 老板 现在全公司都在传我跟你的八卦 说我们 说我跟你 你什么什么 哪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跟你搞对象的意思 然后你还堂而皇之地 在办公室当着其他同事的面 说什么 啥呗 我那是因为早上你说你车坏了 好心在你一场 老板 我拜托你 我求求你你不要搞我 我真的不想要这样的好心 你再这样下去全公司都要穿我们同居了 我们本来就是同居啊 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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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房东 你是租户和租跟同居是有本质上区别的 哎 别过来 为了你的名声和我的清白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保持 三米以上的距离不要靠近了 郁星锤 我是你老板 我是你房东 反正马上房租就要到期了啊 保持距离 不准过来 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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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表里的供货周期错了 重新改一下再发给我 供货周期 供货周期跟我有什么关系 保持距离 老板 你是不是发错了 发错了 那这样 那你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然后把我签好字的审批单 发给小可 好 进来 给我吧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给小可 我这房间有点乱 你帮我那个打扫一下 哪里乱了 草莎阿姨打扫得挺安静啊 那你帮我去冲杯咖啡吧 我刚才都睡着了 太困了 好吧 你不是有助理吗 哎呀 行 我去 咖啡 还有别的事吗 我有点饿了 对啊 你去那个茶水间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吃呢 还有啊 咱们公司茶水间的食物储备量 不行 要扩大 你回头跟你们那个行政部老大 商量一下 然后做几个方案给我 这还要做方案 那当然了 凡事都要有计划 行 我去 能为同事们服务是我们部门的职责 不得 坐标坐标 不是表妹吗 一天让我做了多少表了 什么都要表哥提醒 凭什么留我一个人加班啊 大家都下班了 做完早点回去休息吧 老板 我们谈一谈 我刚好有时间 虽然我不知道哪里都得罪了你 但是你这样真的很幼稚你知道吗 还有 你可能不知道 原来公司的同事都叫你高领之花 高领之花 什么是高领之花 高领之花就是 就是高 高领之花 你们到底背着我 给我起了多少讨人命的别程 我在你那背注是什么 背注 报警 报警去报警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有人跳楼了 老板 人呢 老板 ,好不好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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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问过了 没有人注意 老板 老板 清理外墙的工作人员 没有办法写 没事的 你又有什么想做的 我帮你就弄它吧 那我先坐在这里陪你 只要是想回家了 你就跟我说 我们一起回去吧 同行 2 2 3 4 5 咱们回去吧 好 我拉你 回家 到家了 那我先去洗漱了 你有事再叫我 这个是今天买的香蕉牛奶 最喜欢的 本来要给你的 忘记了 起来了 早安 咱们又换了张桌布 换个桌布换个心情啊 吃早饭吧 那个 昨天谢谢你了 嗯 啊 没事 我今天早餐就不收你的了 你中午买好午饭 送到我办公室 一顿抵一顿 不愧是你啊老板 早餐才多少钱 午餐贵 老板 你干嘛坐在我车上 我车坏了 你载我一程 不能不顾单 在我车坏了 你载我一程 有可能 还能不能 给你 更检瀉 肥虫 vard 咋 哀 这 你就 没 香港 国家 对 对啊 有没有不戴耳朵的 有啊但是你的头太大了你戴不上 你这我 不戴的话自己打 哎哎哎 是 我准备好了 哎你们小两口开车去上班啊 哎我说你们年轻人谈恋爱也不用 这样谈吧 不知道那个路口天天有交警在逮飞机渡车 宅人吗 不知道这个车危险容易出车祸呀 下来下来下来 把这个车开到屋页去 啊 为什么 我老公今天在路口执勤 万一等一会你们到了马路上又宅人了怎么办 自觉点 把车开到屋页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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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生好不容易停满了一段时间 又开始倒霉了 不行 还是不能注意起 我 我 你 我在 我 你 我 你 郁星锤 郁星锤 喂 郁星锤 你怎么把密码改了 而且我行李箱 为什么也在外面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已经 给你发消息了吗 你的租期到了 行李我都给你收拾好了 我 我没有没说过要许 合同上写的是 二十四号当机 今天已经是二十四号了 你知道离二十四号结束 还有八个小时呢 八个小时房租我也付了 你知道这八个小时多贵吗 正常酒店算的话 一个小时 还没有结算的水电煤 退你三十六块八五的房费 我一会儿就发给你 你 喂 喂 我就这样被赶出来了 怎么说变就变呢 怎么说变就变呢 我不能走 喂 欧欣锤 那个 你脱鞋落我家了 你还要表 我给你拿过来的 你要不要的话 我扔啊 我不要了 你扔掉吧 呃 那个 等一下 呃 冰箱 冰箱里有半盒水饺是我的 我饿了 我要吃 大晚上那你吃什么水饺啊 那水饺我花了一半钱买的 我凭什么不能吃啊 我想吃就吃 我饿了 呃 还有那个 我家燃气还没恢复 你厨房借我用一下 他晚了 别吃了吧 哎 我家因为谁着火的 我家因为谁重新装修的 你知道那装修费有多贵吗 光那一个 哎 行行行行 知道了 文总给你开了 老板 嗯 就三个饺子 半个小时了 你就吃了一个 我这细嚼慢咽氧味 容易消化 大半夜的 你要不就赶紧回去吧 饺子你端回去吃 那不行 我这饺子一端出去就凉了 哎 你那个 那个螺蛳粉卖我一包吧 我还能吃 我买 那你把上周 咱俩一块买的那瓜子 你给我拿过来 我拿回去吃 把地上自己拿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老板 嗯 你这得分到什么时候 这瓜子我也出钱买 一人一半 我这样分工 我 我一个 嗯 我一个 你干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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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哎 我没分完呢 小小啊 你这靠谱吗 我可是专业了 哎 我没分完呢 小小啊 老板这个人吧 我跟他不熟的时候 我觉得他冷漠 刁钻 刻薄 现在我跟他越来越熟 熟到不管在家还是在公司 我都很放松 很嚣张 嗯 但是最近吧 这两天我见到他就又有点紧张 我是 我是 你的病我看好了 真会看啊 你的心跳频率 每次当你提到你老板的时候 就会瞬间加速 这种病我们学名叫 烹燃心动 俗称 你喜欢上你的老板 怎么可能 我也没错 我 我 我喜欢他 谢文端 嗯 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 他跟他另一个朋友吧 发生一点感情问题 然后我这朋友 等一下等一下 嗯 你是说你和俞星锤 发生了点问题 嗯 不是 是我 是我另一个朋友 哎 得得得 你身边除了我 还有别的朋友有感情问题吗 哎 哎 我跟你说啊 处理这种感情问题 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 赶回来 我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下班了呀 下班 还有半个小时呢 老板 老板刚刚通知了 以后逢重大节日 都提早半小时下班 虽然今天是什么节 我也不知道 拜拜 重大节日 今天你生日我休假 我已经到你家了 下班了你赶紧回来吧 一 二 修佳 你看 我俩这个行 只要五秒 五 四 三 二 你行不行啊 行 我绝对行 又不是什么大寿 用稿子争的 这是你搬家之后 第一次过上日 必须认真过 对啊 咱们家修佳说得对啊 修佳说你在这儿都没什么朋友 我们肯定好 кв 修佳 新年快乐 不是 生日 生日快乐 来人看了 你们三个到底来我家干嘛的呀 喝成这样 老板 你还清醒吗 你醒的话 要不你带信航班回你家睡 老板 生日快点 你们家门的密码跟我的是一样的 我想我们应该是同一天生日吧 密码 密码不是我手机啊 不是你是 但我这个为什么 虽然我们行政可能是全公司最普通的职位吧 但大家都说我们综合部就想得了M 你缺什么都可以从我部门找到 谢恒端说 你一个人离开家住了很多年了 我就想把这个送给你 以后你要是缺什么的话 都可以来找我 那我 经常来你家 可以吗 你要是不想我家乱的话 欢迎冠礼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我去给你倒杯水 你哦 你不知道 你以为我从我部门找到 你组合的 我的草莓 我把我的草莓 是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今天中午 一块吃午饭吧 我 我我中午没空我约了人了 你是约了人 哎呀 把工作这么烦忙的我叫过来 有什么事 你小子 是不是又月余星锤一起吃午饭了 不是 我中午可是要跟我们家学校吃饭的 不是你啊 那 他约谁中午一起吃饭 好像是他那个学生吧叫 陆峰 他的事你怎么比我还清楚啊 哎 我跟小追还有萧萧有一个群粮啊 我什么事不知道 说说 你得表示表示 未来一年 我帮你回岸山开五次婚 行吗 行是行 就是年底的这个年度报告吧 手有点酸 好酸啊 好酸啊 我帮你写 成交 小锤大学时期啊 明练过这个学长 还跟学长表排了 但是呢 学长就拒绝了 这一次啊 是学长主动找的小锤 我猜 你猜什么 学长回心转意了 哎呀 你干嘛去啊 吃午饭 其实那个前段时间我家里边 那个事情比较棘手 所以说呢 我也是 实在是开不了口 没事吧 啊 啊 小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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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 别冷 我尽快还给你的了 嗯 没事 学长 你你先忙你家里的事啊 我的午休时间快到了 我先回去了啊 不是 各位先生您好 我的朋友拖苏牛杯 苏打水 我 不是什么 哎 这个公司啊 您上班要迟到了是吧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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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谁啊 喂 你干嘛呀 救你啊 什么救啊 救你被骗财骗色 你在说什么啊 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应该是收到了学长退你的钱了吧 你怎么知道了 你下班之后 自己回去问问安安喽 自己回去问问安安喽 有事找我啊 有事找我啊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 关于我学长的 人家是不是跟踪我了 还让我先走路面去潜在水啊 是我 只有你这种傻子才会被别人拼了 什么家里人身边继续用钱 他是欠了一屁股我们蛋 八百年都不联系你 你一联系你的界限 能够什么好的 你还笑吗 第二个问题 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就是随便问嘛 那个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喜欢你 但是你又 你又 我就有点搞不成 我inks想你 你吃得了 小米 你扶起来 我 我 真的 是 自知识吗 我是喜欢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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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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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怎麼還沒出來還沒起呢 小胡子 這大清早的你怎麼在這裡啦 啊親愛姨早早 我 親女朋友 你怎麼在我家門口 哎小姑娘 親愛姨早 你們小情侶的家裡見單位見 上班還要同騎一輛車 阿姨就是來提醒你們哦 這個安全呢最重要的 舍得嗎 好阿姨回去了啊 你怎麼在我家門口 哦 我 上班順路 順路 不順路啊 你怎麼上班了幾天 我騎車啊 騎車 太危險了吧 我在你啊 呃 你怎麼在我家門口 哎劉總上周的討論方案已經發給你了 嗯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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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 你怎麼在這兒吃飯 你想不見的 而且不見你 未來 需不見你 你去問我 box 我問你 你去看我 你去看你 你去看你 每一碰 中午吃什么呀 我不知道呀 你先走吧 反正公司那么多人都知道咱俩八卦了 就别刻意隐瞒了 顺其自然吧 好 好 你怎么又来我们公司了 来找你们吃午饭 结果一个两个都不回我笑一回 他跟脸聊不起啊 好 小点水 算了 吃一个你们的糖原让你们 这个糖是斜青最喜欢吃的 你们甚至是同一天没想到 连喜欢吃的东西都一样 我还不对 谢恒端 你来我办公室 你去哪个程 西欣 你又跑来我们公司干什么呀 你妈妈来了 欣欣 我跟欣欣同一片神 所以他们家的门的密码是欣欣的神 这还是欣欣最喜欢的神堂 欣欣 欣欣 不帮我 欣欣到底是谁 初恋还是前女友 不行不行不行 欣欣 你打出来 欣欣 怎么有人呢 想问就问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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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在我家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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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啊 女生 湛群呢 我看你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久等了 你这是刚走完红毯了 我可是乐己家居四小花之一 我怎么能输 要不把小换了吧 我看你怪累的 不过 星星 你不是想见我吗 星星在我房间睡觉 你房间睡觉 来了 叶小姐 你好 你好 小心 这是什么 我妈妈 他在一星台是我女朋友 你叫他小心就行 你好 小心 你好 不是不是不是 阿姨阿姨你好 好了马上可以开饭了过来吧 你妈 不是前女友呢 我前女友 我前女友怎么可能在我家 你这用力过猛了吧 你要不把星星换了 你妈叫星星啊 我才是星星 快搞我女朋友也叫星星吗 他怎么好像有点不大聪明 我女朋友工作上可厉害的 请 你先去这帮忙吃饭去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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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安 嗯 那 我跟妹妹先回去了 过几天有空再过来看你们 嗯 好 星星 跟姐姐再见 姐姐啊 我哥哥他特别好 他说他特别喜欢你 所以我也算喜欢你吧 那我们走了 哥哥再见 谢谢你拜拜 拜拜 你 你要是不急着回去的话 我给你讲讲我家里的事 二十年前 我妈定从父母的安排 嫁给了我爸 然后生了我 再然后 生了星星 五年前又在我身上发生的那种事 她就带着星星 逃跑了 逃跑 嗯 因为我父亲 一直觉得她会有精神疾病 把她关起来 所以 她一直想要逃跑 她自由了 这两年 我偶尔会见到星星一样次 但她 从来没有 那她这次回来是因为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过 她跟我说她现在过得很好 那就好 我告诉你这些 我是想说 我 我不知道相爱的父母是怎样生活 所以 我可能 不知道怎样去 一种心爱你 如果 在咱们相处当中 有哪儿做得不好 教教我 可是我觉得 我妈妈她也教得挺好的 我平时才希望她 是 这才几天没见 你就把自己吃成这样了 身材管理我自律着呢 这不是大肚男 这是责任 责任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我们家萧萧不是妇产科医生吗 有一次啊 我去医院找她 看到那些产妇啊 挺着个大肚子 趁着腰走路的困难 所以啊 所以你要生孩子 我这是在体验孕妇的辛苦 理解他们行动的不义 懂什么呀 我这肚子可是有八经重 我这不得有朝一日 在工作生活当中 都能帮助到我们家萧萧啊 那萧萧有生之间 也不可能给你接生了 我喜欢她 我就要切身感受她的一切 你干嘛 看看 哎不不会 要不不会 我跟你开玩笑了 我来是想问你 六月安的生日马上到了 她除了喜欢小丸子之外 她还喜欢别的什么呀 建筑楼 她之前是建筑设计师 建筑 安山集团的总部不就是做建筑了 那她怎么会来做家居啊 你过来 我不方便 我去看看 她对建筑啊 有心理阴影 但是她自己又不愿意面对 她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五年前 安安在工地勘察 有个人跳楼了 就坠落在她面前 报警 报警 去报警 有人 有人跳楼了 那栋楼正好是她亲自设计的 从那之后啊 她就一直觉得是她自己的错 如果没有建一栋楼 就不会发生坠楼的事情 她就不会发生坠楼 喂 雨昕淳 刚借了辆自行车 带你回家 刘云安 我想吃走你心头的阴影 好呀 走 坐好了啊 走 刘云安 那个土豆丁怎么可能切成一样大小 怎么不可能一样大小 我每次都一样的 我是觉得 人吧 应该去做自己最适合 最擅长的事情 不要在别的事情上面浪费精力 就好像我吧 就不擅长厨艺 你呢 也不太擅长设计家具 我知道了 你听懂我的话吧 你都这么暗示我了 我怎么可能不明白 你都这么暗示我了 我怎么可能不明白 你都这么暗示我了 我怎么可能不明白 刘云云安 我怎么会接到去设计部的人事调令啊 太离谱了吧 我去设计部能做什么嘛 做设计啊 我安排的 你再说一遍 你 你安排我做什么 设计啊 不是你前几天一直暗示我说 人要做自己擅长的事吗 对 我是有暗示过你 但是我说的不是我 是 是你 是啊 我是有暗示过你 但是我说的不是我 是 是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五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想跟你说 你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放弃建筑 逃避在这里 你别说了 你不要肆意安排我的人生 好吗 那你不是也在安排我的人生吗 你觉得我是随意安排吗 你家里那些未完成的设计稿 我专门拿到设计部门去评估过了 是可以开发投入生产的 我觉得你很有设计天赋 你不应该浪费在一个综合部门 去做一个小小的行政 你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刘雨安 看来 我们俩对工作意义的定义 真的很不一样 我没有那么远的志向 也没有那么高的天赋 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普通的工作 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是我全部的定义 我就是觉得 从工作的角度上我很委屈 原来我被认为是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 我 我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 明明是我先擅自做主的 我怎么还跟他吵架呢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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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怎么是你啊 你是不是跟老板吵架了 我看你捉饭都没吃 谢谢你啊 我们老板啊 还真是高领之花 总想要顺着他 为什么这么说 虽然老板不让我说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知道 他就是怕你生气啊 所以让我把这面包给你送过来的 还有你们之间的关系 虽然你不知道 但是老板早就大方的跟我们全公司都承认了 跟全公司承认 就你们传指条明显的跟小学生作弊一样的行为 真以为老师都不知道一样 地下情是渣男才玩的套路啊 宝宝就是怕你有负担啊 所以才让我们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小哥 你知道什么后男朋友开心的方法吗 安安 对不起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考虑 不行不行不行 这跟撒娇有什么关系吗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是我一点都不顾及你的感受就自说自话 是 是我 是我不是好歹果不择言 全是你的好意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哎呀好辣 你是把自己会的成语都一次性说出来了吗 哎 我听小可说 你中午什么都没吃 一起吃晚饭吧 怎么会有螺蛳粉的味道 我刚给你煮好 后面来得及送过去 你就过来了 你干嘛不在我家吃 非要拿回来吃干什么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吗 我拿回来吃也一样的 其实 你之前跟我说的事 我真正考虑了一下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不考虑你的感受 就擅自作主 去安排自以为对你好的事 你不想挑部门的话 没关系 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其实 我就是 不敢去做一个真正的设计师 其实 我就是 不敢去做一个真正的设计师 为什么 我爸爸以前是创意家具的设计师 几年前 他研发了一款产品 有安全隐患 但他怕说出来 会承担巨大的责任 就一直隐瞒着 然后真的有消费者发生意外了 他这样 那然后怎么了 然后他无法承受各方的压力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不起了 我不知道 没关系 他出事的前一天 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就是死亡通知书 从那以后 我的人生就像我这种奇怪的末竞 中央 我想 我能体会这种感受 其实 跟你在一起之前我也想过 我害怕甜甜的恋爱之后 又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 可是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好像摆脱了这种魔咒 你想明白了 我觉得人不能因为害怕面对未知的万一 就切断了所有的联系 嗯 如果你觉得我有资格去设计部的话 我想试一试 你当然有资格 我可不是讲人情寻思舞弊的老板 恋爱合约 对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你就签字 哪有人谈恋爱还签合约的 真是 你起来我一条一条跟你说啊 柳鱼啊 爷装讯你快起来快起来了啊 走走走 好吧你说服我了 那就为了我们感情的长久稳定发展 我挑几条重要的 第一 刘雨安不能以植物之变随便给玉心锤 升职加薪 我想的倒挺美的 但是如果有工作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吵架 但是不能冷战 也不要一味的亲就对吧 我们要互相包容理解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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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在思考 你不愿意啊 哎呀 我是在想 是不是应该再加一条 玉心锤 不能因为生流缘的气 就不好好吃饭 嗯 嗯 嗯 我真是很尴尬 你妈真好 有我的下雨这样一套房子 那我才能遇见你 你不知道我隔壁 我们也是同事啊 那不一样 要是光是同事的话你就不会喜欢 好了 我去拿笔把字签了 你不要走 我不走怎么签字啊 啊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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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爹一件你扔一件你 这样我要收拾到什么时候啊 那你就果断点喽 答应我陪你一起去 不行 我这次是专门请了嫁去的 你跟我一起你不是也要请假 我又不用向任何人请假 那也不行啊 我这次回去是祭奠我四舅爷的 晚上要住他们家 你要是跟我一起的话你住哪儿啊 多尴尬啊 嗯 你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啊 有什么尴尬的 哎呀乖嘛 在家里等我咯 嗯 行吧 嗯 距离你回来还有两天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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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这话不太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 船尘 建想妳 帝国万不这样的 是你去哪儿啊 就是想您ere 喂 谢长端 你可千万不要跟刘云安说了嘴了啊 别告诉他我提醒回来了 你们俩有病啊 你就分开三年还搞惊喜 不是到了 还以为你们分开三个月了吗 我不跟你说了 我有电话进来了 喂 舅妈 我到了 不远的 就是姑妈留给我的那个房子啊 什么 姑妈的房子早就卖了 那手续是谁给我办的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女生 记得不愿意 我要是什么 习近平 习近平 庶生 你怎么办 下去 就是你 五百万 玉小姐 我今天来 是想拜托你件事情 阿姨 我是不会跟刘云安分手的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是想说 我很喜欢刘云安 这个我看得出来 谢谢你陪在小儿身边 替我照顾的 阿姨不要客气 都是一家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想说 没关系 我知道的 玉小姐 有两件事情 首先 我要向你道歉 你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是继承你姑妈的遗产对吧 对啊 阿姨您怎么知道的 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是我安排的 让你以继承遗产的方式 住进了那里 住到了小安的隔壁 我 不是阿姨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您说是 您安排我住进去的 对 对 这个人 是你父亲吧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以你和现在小安的关系 你肯定知道 五年前 有个人 坠落在小安的面前 那件事情 对她打击很大 那个人 就是你父亲 对不起啊 玉小姐 我知道 跟你说这些 有些过分 当年 我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 在小安最痛苦的时候 带着星星离开来 你是当事人的女儿 所以我想恳请你 帮助小安打开心结 走出心里的阴影 你没事吧 晓晓 嗯 你要是心理科医生就好 我虽然不是心理科医生 但我是你的好朋友 其实这件事 你没有必要像刘宇安一样 去责怪自己 不是你的错 更不是你父亲的错 那就是一场意外 我只是没想到 原来我跟刘宇安之间 还有这层关系 更没想到 原来我爸爸的意外 对他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他母亲 才会费这么大劲找你 你就是他的解灵人 可是这事也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解决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真正地感同身受 嗯 事发那个瞬间的恐惧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吧 晓晓 你知道 晓晓刀为了你体验成为孕妇吗 她发神经病 晓晓 你替我谢谢晓刀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点 应该到了吧 为什么还不给我打电话 喂 你下车了吧 我去接你啊 喂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这里 这里出了车祸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先别哭啊 你发个定位给我 我现在过去了 你先别哭啊 李星锤 我来了啊 你没受伤吧 什么车祸啊 什么车祸啊 我回来就是 我到路边卖个煎饼 那个探主阿姨本来要走的 但是她特地为了我留下来了 然后 然后她特地 突然一辆车冲出来了 我回去了 哎呦 好了好了 好 没事 没事 如果我不是非要买那个精灵 那个阿姨就不会留下来 她要是不留下来的话 那场车祸就不会发生 都是我的错 都是因为我 怎么会是因为你 是那个肇事司机先闯的红灯 所以是肇事司机的错 你不要用这样的推断方式 把自己连带进去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有错 我为什么不早点见你呢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相信我 别总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别总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那你也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我知道 我说的是我面前那件事 不是我面前那件事 也不是你的错 其实 今天下午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车祸 这件事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 我突然想到了 你就是为了跟我说五年前的事吧 对不起 妈 因为我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我就 没事就好 你不生气啊 我想生啊 但我生不起来 又有什么办法 刘云 嗯 你一件事情 我要很认真地告诉你 其实 五年前在你面前坠楼的那个人 是我的父亲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父亲的事 那我不知道 你也把你也给牵扯进来了 我更加不知道 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 对不起 对不起我 那个罗伴是我见的 他当时就在我面前 有缘 就像你刚才劝我的 一件意外的发生是有很多原因的 但绝对不是你的过错 我父亲的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说这些事 不是想让你继续回去做建筑 我是想告诉你 这些年我生活的很好 也成长的很好 得到了很多天气朋友的爱我 那些 前进的阴影早就已经过去了 这个世界很美好 所以 现在 我也想帮你去走心头的阴影 我 我是不是用错方法了 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我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奇怪 灯怎么都灌了 媛媛 你睡了吗 媛媛 媛媛 你在哪儿啊 媛媛 你睡了 你睡了吗 你睡了吗 她睡了 你去睡了 可不可以乱 还是在睡了 我睡了 我睡了 我寻了说你睡了 现在都退了 我怎么突然发烧了呀 我拜托你们 生病了就赶紧去医院 我是妇产科的 又不是什么病都能看 就是就是 还是我扭榴脸啊 你先好好休息 你照顾好她 我就先回去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照顾好她 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了 你生日那天 我生日 不可能吧 我生日的时候 我们都还没在一起 那么多么 我妈找你 干嘛不告诉我 你妈找我又不是什么坏事 她就是觉得 那个时候离开你 她心里有愧疚 想帮你 倒是你啊 你刚才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我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做梦 还不是你先骗我的 周车老短 把自己搞得不舒服都不知道 我还是绕那么大个圈子 就为了跟我讲五年前的事 咱们俩之间有什么话 不能直接说呢 越想越生气 那我生气 我就吓下你了 你为什么戴着那个奇奇怪怪的面杖 那 那就 谢恒端告诉我说 带那玩意儿能突破自我 挑衬极限 我 我试的是 谢恒端她有病吧 她怎么告诉你这种奇奇怪怪的办法 我看你傻了吧你 你也信 我觉得这个挺有用的 这个 你把你带过来了 我的天 你离我远一点 不要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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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 别 别 别 你试一下 我不是 妈妈 我 我 你 你这是 房租 既然那个不是我姑妈的遗产 那我就不能白住那么长时间 租金还是要给她 没关系的 本来也是我有意安排的 你和晓娅不怪我就好 不会 刘云安不会怪您的 在她心里 您本来就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人事 谢谢 其实啊 你大可不必搬出去 继续在那住着就行了 不行啊 刘云安不让我住 他让我搬了 什么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我搬到隔壁去占他便宜 隔壁采光好 那倒是 他那套 的确采光更好一些 果然 我还是没有报复的名 不过我也想明白了 以后好事来临的时候欣然接受 坏事到来也坦然面对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你还记得你刚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几点吗 都那么久了谁还记得那么清楚 好像是晚上八点 不对 我记得 几点 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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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回家 走 我回家 嗯 怎么了 彻底把我喊了 彻底把我喊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咱们公司楼顶风景这么好 还是有点舍不得啊 还是有点舍不得啊 什么意思啊 我要回岸山岑 你要回去做建筑啦 谢天谢地 你终于放过我们的那几家鸡 不算和害大众全美了 哎呀呀 什么时候成你的那几家鸡啊 喂 我还没走呢 我还是你老板呢 大家都那么熟了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 你竟然亲自设计的家鸡 还是你设计的房子更有卖力 这几家鸡呢 就交给别人 会有更好的发展呢 月星春 你想死吗你 你告诉我 自己去 你去说什么 我怎么只能上 你去除了 那么多老板 谁也提到我 你怎么带我 老板 你跑了 我的臣子 我 那么 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